不管过去善根厚波 没关系 就在当下这一年 这一年太重要了 我们今天明白这个道理 晓得这个四世真相 遇到这样殊胜的发言 就决定不能让他困固 这一生不成福 要等什么时候 这个机会错过了 纵然得人生文化法 未必能够闻到尽宗 未必能够对尽宗 有这么深刻的认识 这个机缘太难太难了 所以这一生决定不能控告 什么都可以放下 就是抓住这一桩事情就行了 我们教人礼物 教人行善 这就是必死他通往三窝道的门户 道路 这是一种好事情 往生无量清净 阿弥陀佛苦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是为真实支开下门 下门当中 没有比这个更下了 这个方法 下门 真心 第一道门 切愿 第二道门 切愿 夜心趁念 第三道门 灯堂如实了 你就圆满了 这个意念 要念自在自 决定不能把他忘掉 决定不能把他舍掉 那我们的真心切愿 老实念佛 就是建立在这个理念的基础上 这样我们就知道 他的重要性 他的重要性